然后这是我们做的一些服务 大学辅导啊 求职服务之类的 然后大家大概介绍一下 因为求职大家都是新生 暂时可能设计不到 但是之后呢 等大家上了一两个学期之后 如果有一些简历修改啊 或者说面试指导也可以来找我们 我们就是为了让中国的学生 能在澳洲或者回国找到工作 我们也会定期开一些讲座 就关于求职方面的 而且都是留学生比较感兴趣的话题 就比如说我零工作经验 怎么能找到工作 然后还有就是在HR眼中 最好的那种candidate是长什么样子的 这之类的 我们也会请一些行业的大咖 就比如说有一些同学想留在澳洲 然后或者说想回国 我们会请一些商科 比如说私大呀 或者跟IT相关的 大咖过来给大家做一些讲座 这个就是涉及到我们的那个大学辅导 我们会根据课程的不同 会有护航班 金奖班 考试冲刺班 就比如说像大家学会计和finance 会有期中考和期末考 这个时候呢 就需要我们的Tutor的辅助 去进行一下冲刺 还有一些作业班 就比如说像BISM7202 是比较适合作业班的 因为它作业会比较难 之后大家有这方面的都可以来找我们 这是我们的一些社群 除了大家现在加入的一些新生群 专业群之外呢 我们还会有一些求职群 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话 可以客服找我们 拉你们进群 这是一些我们的培训课程 它更多的是在IT方面 但是如果之后大家毕业了 有想从商科转IT的 可以考虑我们的web开发入门班 是零基础的去学IT 然后跟商科稍微相关一点 是我们的商业数据分析 是做数据分析的 就是BA啊DA 就更好的去了解一些 需要用到的一些工具 也是我们的一些班 这些企业呢 是有一些跟我们合作 或者说招聘会上也会来我们这里 我们也会跟大家进行一些 更深入的一些合作 比如说一起办活动之类的 我们的导师 就像培训课程的导师 都是来自于以下的大学 还有以下的公司的 都是他们在职 然后用自己的实际的经验 来给大家做一些讲座 OK好了 老师您能听到吗 可以可以可以 那行 老师我这边会结束 那个屏幕的共享 您可以分享一下 您的屏幕 好没问题 可以看到老师 可以看到 没问题 行那我开始讲了 哈喽 可以听得到吗 老师可以听得到 没有问题 行 大家好 我是这堂课的讲师 我叫Jack 二呢 是Master of Commerce 什么基础课之一 他主要讲的呢 就是一些经济学理论和概念 都非常的基础 今天这堂课 我会先跟大家介绍一下 课程内容 再总结一下 第一节课的内容 关于今天这堂课内容 关于课程内容 主要分为四个部分 概述 学习目标 课程大纲 和课程的评估标准 而第一节课的内容呢 主要分为三类 一个是经济学的介绍 一个是权衡和机会成本 还有一个就是 估计与需求曲线 Econ 7002 是想跟大家介绍一些 有关于微观 微观和宏观的经济学理论 并将这些理论 运用到实际的生活当中 比如说你们的作业 Assignment Market in Action 就是让你们用学到的经济学理论 去分析一个政府的政策 对某一个行业 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关于学习目标 主要有以下六个方面 大家有空的话 可以看一下 了解一下就好 不是特别重要 给大家一分钟看一下 这门课主要分为两个部分 一个是半期考之前 也就是第一节课到第六节课的内容 还有就是半期考之后 第七节课到第十二节课 第一节课讲的就是一个经济学的介绍 和供给与需求曲线 第二节课讲的就是政府的干预 会对市场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第三节课讲的是消费者行为 第四节课讲的是公司行为 和一个完全市场竞争 第五节课讲的就是垄断 第六节课讲的是非完全市场竞争 第四节课到第六节课的内容 主要讲的就是一个市场结构的问题 从第七节课开始 就开始讲外部性对经济所能产生的其他影响 第八节课讲的是信息不对等 第九节课开始就开始进入了宏观的学习 第九节课讲的是一个介绍 第十节课就是开始讲通过膨胀 第十一节课就开始讲国际兼资本的流通 第十二节课也就是最后一节课 就开始把经济作为一个整体 去研究它的供给与需求曲线 接下来我跟大家讲一下 这门课的评分标准非常的重要 这个课程评分标准主要分为三个方面 期中 作业和期末班 期中测验大概是在三月末和四月初 考试的内容可能会是前面五个章节 或六个章节的内容 根据考试的时间 它会做一些调整 而期末考一般是在六月的中旬 也就是考试周 考试的内容是所有的章节 从第一章开始一直到最后一章 关于期中考跟期末考 我的建议是 大家平时一定要认真上课 好好听recording 还有就是特别是tutorial 一般tutor都会给你们稍微总结一下重点 然后再跟你们讲tutorial里面的题目 如果你们能够把tutorial里面的题目全部搞懂 并且能够熟练的掌握每一个经济学的概念 那么在这门课 哪一个还不错的分数 难度就不大 要注意的是 这门课因为是介绍 所以它概念偏多 所以你们要背的内容就非常的多 期中和期末老师也很爱考定义 所以对于期中和期末考 某种程度上来说 如果你把这些定义背了 那么这些题目对于你来说就是顺分题 但是如果你不背 那么你就远远做不会 关于作业 要写一篇assay 就是Markets in Action 关于作业 正如我之前跟大家说的 是要让你们用学到的一个经济学理论 去分析政府的某一个政策 对某一个行业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对于这个作业 我建议大家一定要选择 你能理解的一个政策和经济学理论 写的时候呢 条理要清楚 由什么样的原因 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会导致了什么样的后果 一步一步的 要有逻辑性的把整个问题讲清楚 这个作业考察的是 你们会不会用学到的经济学理论 去分析现实生活中的一些现象与变动 所以你们不要去选那些非常复杂的理论或者政策 要选择你们能懂的 讲得明白的 只要你讲清楚了 那么你就可以拿高峰 以上呢 就是我对这门课的介绍 接下来我们开始第一节课内容的讲解 第一节课内容主要有三个大的模块 一个是经济学的介绍 还有一个权衡与机会成本 滚给与需求曲线 关于经济学介绍主要有四个方面的内容 然后机会成本呢 主要是两个 然后滚给与需求 我就把它分开讲 分成需求定律跟滚给定律去进行讲解 经济学主要分为两大块部分 一个是微观经济学跟宏观经济学 什么是微观经济学呢 它就又俗称小的economics 因为它所研究的问题 就是有关个人或者某个企业 他们所做的一些决定 或者是某一个商品 它的一些价格的变动 而宏观经济学呢 它就是把经济学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研究 研究的 对象一般是整个国家的经济和政策 比如说澳洲的经济 澳洲的失业率 通货膨胀 澳洲的经济增长 GDP等等的因素 那么我们为什么要去学习经济学呢 大家可以思考一下 主要的原因是 因为我们现实生活中 我们的资源是有限的 但是我们想要的东西 却是无穷的 这就导致了资源的稀缺性 而经济学所要做的事情 就是研究 人们如何在有限的资源下 去做抉择 从而实现效率的最大化 这个就是我刚才讲的 有点超前了 这个就是经济学的定义 它就是研究 个人和国家 在稀缺性的条件下 如何做出决策 这个经济学的话 我们要讲经济学 还要关注经济学 三个假设 第一个 人是理性的 而且是以自己的利益为先 第二个 人会对经济的激励 做出一定的反应 第三个 就是人们在做决定的时候 是依据边际成本与效益 去做决定 接下来我就跟大家详细的讲一下 这三个假设 为什么说 人是理性的 也就是说 什么叫理性人 就是我们会依据 我们所得到的 所有的信息去做决定 而不是出于我们的一些情感 去做决定 我们做决定的 唯一的标准 就是成本跟利益 然后为什么说 以自己利益为中心呢 那就是我们做的决定 一定是会让我们自己变得更好 所以我们做任何决定的唯一的标准 唯一的标准只有一个 就是当这个成本 当它的收益大于 我们所要支出的成本时 我们才去做某一件事情 人们会对市场的激励 做出一定的反应 比如说 这里给大家举个例子 比如说 政府宣布对烟 这个东西进行征税 那么这就会增加吸烟人的吸烟成本 从而导致吸烟的人就会越来越少 因为成本高了 所以有些人他就吸不起烟了 这个就是 税这个市场 这个经济学的一个激励 对人们行为所产生的一个影响 第三个假设是 人们总是依据 边际效益进行决策 这里我们要讲两个概念 一个是边际收益跟边际成本 什么是边际收益呢 就是说 假如你有 已经有三个苹果了 那么你边际收益 就是第四个苹果 所能给你带来的一个享受跟快乐 这个就是 你获得 你获得第四个苹果 所产生的一个边际的利润 这个效益 关于边际成本 与边际收益相反 他就是说 当你有三个苹果完后 你想得到第四个苹果 那么你所要付出的成本 就是你得到第四个苹果 所要付出的一个边际成本 然后第三个概念 就是边际剩余 所谓的边际剩余 就是你的边际收益 marginal benefit 减去你的边际成本 所剩下的就是你的收益 所以我们就决定的时候 只有当我们的边际成本 等于边际效益的时候 收益的时候 我们所做出的决定 才是最优的 因为如果你想要再接下去 假如说想买 举个例子 假如说当你买第四个苹果的时候 你的边际成本 等于你的边际收益 也就是说 这个第四个苹果 所给你带来的享受 等于你所要支付出的价格 那么第五个苹果的时候 它的一个边际的成本 就大于它所能给你带来的一个享受 这样的话 你的决定就不是最优的 所以只有当边际收益 等于边际成本的时候 你的决定才是最优的 所以这个定理 大家一定要记住 因为这个定理 不管是在任何的市场结构 它都是成立的 接下来 大家来拿出笔来做一个题 就是算一下边际的收益 跟边际的一个成本 然后还有边际的剩余 大家给大家五分钟 还是三分钟到五分钟做一下 如果做完的话 可以再看一下 可以跟我说一下 那我跟大家讲解一下答案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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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带大家一起来做一下这题 第一个 当我们购买的一个数量等于零的时候 我们所获得的收益是零 成本也就是零 那么当我们有第一个的时候 它的一个收益是20 它的成本是4块钱 那么我们获得第一个苹果 所能给我们带来的一个收益 编辑收益是什么呢 就是用第一个成本 所获得的收益减去没有苹果时候的收益 所以20减去零 就等于它的编辑收益 然后编辑成本也是一样 用获得一个苹果 所要支付的一个编辑成本 总的成本减去没有苹果时候的总的成本 得出它的一个编辑成本 那么编辑的收益减去编辑的成本 就是等于它的一个编辑剩余 也就是说你买一个苹果 你所能得到的一个收益是16块钱 20减4等于16 那么第二个呢 如果你要买第二个苹果 那么两个苹果所能给你带来的一个收益是30块钱 而两个苹果你所要支付的一个成本是8块钱 那么我来看一下 那么如果要从第一个苹果获得第二个苹果之间 我们需要支付的编辑的一个成本是多少呢 大家来看一下这个4跟8 是不是等于两个苹果的总的一个成本减去一个苹果的成本 就等于你所要获得第二个苹果是你要支付的价格 就等于8减4等于4 这边等于4 也就是你的编辑成本是等于4 然后你第二个苹果所给你带来的总的一个收益 减去你一个苹果所能产生总的收益 就等于你获得第二个苹果所获得到的一个编辑的一个收益 就是30减20等于10 那么第二个苹果所能给你带来的一个编辑剩余就是6 以此类推 那么第三个苹果的编辑收益呢 就是等于35减去30等于5 然后成本就是12减去8等于4 也是类推 当你有第四个苹果的时候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时候注意一下 这时候你的编辑的一个收益是3块钱 你的编辑一个成本是4块钱 那么你的编辑剩余是-1块钱 我们刚才说的 我们回到这个图 我们刚才说只有单编辑成本 编辑成本等于编辑收益的时候 你的决定才是最优的 那么在这边 大家可以想一下 我们到底要拥有多少个苹果 或是我们要买多少个苹果 才能实现我们收益的最大化 是买4个苹果的时候 还是买3个苹果的时候 大家思考一下这个问题 答案是3个苹果 三个苹果的时候 这个我们的我们收益才是最大的 因为你看当我们买第四个苹果的时候 它的一个所能产生的一个编辑收益 已经小于它所要支付的编辑成本 所以最优的选择是买3个苹果 买3个苹果 接下来我跟大家讲一下经济学模型 这边有一个定义 经济学模型就是将复杂的现实生活问题 简化通过模型的形式 把它展现去解释一个社会现象 比如我们等一下讲的一个供给与需求关系 就是我们通过一个社会现象 我们会去研究这个社会现象 对某一个商品的供给或需求 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但是这其中的影响 还有很多其他方面的因素 但是我们只考虑其中的一个 从而去做出一个经济学的一个模型 就是所以大家这个定义要记着 经济学模型就是将原本复杂的社会现实问题 转化成一个可研究的简单模型 接下来我跟大家讲一下权衡跟机会成本 什么叫权衡 就是因为我们的资源是有限的 所以我们必须要做出不同的决定 决定我们要把什么样的资源放在什么样的地方 举一个例子来说 如果你今天去超市 你的口袋里只有10块钱 那么你就要决定 你到底是要运这个10块钱去买苹果呢 还是运这个10块钱去买梨 所以这个就是权衡 你必须要在苹果跟梨之间 依据你自己的需求去做出一个选择 这就叫做权衡 当你做出选择之后 就意味着你 善失了去拥有其他物品的权利 就像刚才苹果跟梨的例子一样 如果你花了这10块钱去买苹果 那么你就失去了这10块钱买梨的一个可能 而失去的这个可能性 我们就称它为机会成本 机会成本就是当你做出的某一项决定 你所要放弃的东西 这就叫机会成本 比如说你刚刚买苹果 你就放弃了买梨的机会 而一个苹果能换取多少个梨 这个就是你买这个苹果的一个成本 比如说 一个苹果是两块钱 一个梨是一块钱 那么你买这个苹果 你就放弃了买两个梨的机会 而两个梨就是你的这个机会成本 或者再举我们研究生学位这个例子 但你选择了来UQ Do Master of Commerce这个专业 那么你就放弃了你学习 你就要花你两年的时间来学习这个学位 这个就是你的一个成本 还有你的机会成本也包括了你 本来你可以用这两年你去工作 你去挣钱 但是你花了这两年的时间去学 专业 学Master of Commerce这个专业 你就失去了挣钱的机会 而学这个专业所产生的你的opportunity cost 机会成本 就是如果你去工作两年 你所能挣到的钱 这个就是你学这个学位的一个成本 我们称机会成本 在经济学当中 我们不是去考虑 假如说一个苹果它是两块钱 我们不是去考虑 它的苹果的成本是两块钱 不是具体的钱 我们而是考虑的是 如果我们买了苹果 我们要放弃什么 这个我们只考虑 机会成本 但我们做出了某一个决定 我们所要放弃的东西 就是这个决定所产生的一个成本 接下来是这节课的一个重点 供给与需求曲线 在讲供给与需求曲线时 我先在这里先跟大家稍微介绍一个 市场的一个结构 完全市场竞争模型 完全市场竞争呢 它主要有六个条件 一个是 这个市场里面有非常多的小企业跟消费者 没有任何人可以影响市场的价格 第二个 这个市场里面所提供的一个商品与服务 都基本相同 第三个 consumption is private 也就是说 你买一个苹果 并不会影响到 你同学也去买一个苹果 不会说 你买了一个苹果完后 你的同学就没有苹果可以买了 就是说你对苹果的消费 并不会影响到其他人对苹果的一个消费 这个就叫 consumption is private 第四个条件呢 是信息 是对称的 每个人都知道 这个市场里面所有的交易信息 第五个 这个交 每个交易不会产生交易的手续费 第六个 就是三家他可以随意的进出 或选择退出这个市场 而不会产生费用 这个就是完全市场竞争结构 他所要具备的六个特性跟条件 接下来我就跟大家讲一下供给跟需求 所谓的需求就是 所谓的需求就是 我还是举苹果为例吧 当苹果 所谓的需求 就是当苹果的价格是两块钱的时候 那么我们个人消费者 会想要买多少个苹果 the amount of some goods or service 我们这边以苹果为举例 就是当苹果的价格是两块钱的时候 我们会选择去买多少个的苹果 这个就是当苹果等于两块钱时 他的能不能对他的一个demand需求 所以需求的关系 基本准则就是取决于 我们的一个需求 跟我们的所能支付的一个能力 所以我们这边要理解 需求并不等于 需求数量 因为需求数量 就像我刚才所说的 当某个商品 在某一个价格的时候 能不能购买的数量 这个叫quantity demanded 而demand the law of demand 就是需求定理 就是指 当 数量 quantity demanded 以价格之间的一个关系 这个叫demand 所以这个大家要理解 所以放在 我这边有 放在图上面的话 我先给大家看一下 就相当于quantity demanded 就相当于这条线上面的一个点 每个点 每个价格 它对应的一个数量 这个就叫quantity demanded 那么demand 它就是这一整条的一次函数 一个曲线 那么这个demand 这个quantity demand 跟价格 数量跟价格之间的一个关系 我们总要通过两种形式进行表达 一个是表格的形式 demand schedule 跟曲线的形式 然后我们平时做研究的话 或者是你在做assignment的时候 我们都是用的demand curve 用曲线的形式 也就是这个 我怎么又找不到我的鼠标了 也就是这个图 demand curve 从这个图 我们可以看出我们需求与价格之价格之间的关系 是成为一个什么关系呢 一个负相关的关系 也就是当价格下降的时候 能不能对它这个需求就会增长 这个应该非常的好 非常好理解 因为 一个东西 还是举苹果来说 当苹果的价格 从两块钱涨到三块钱的时候 那么 能不能自然而然会选择 少买一点苹果 我去买便宜的梨作为替代 所以 law of demand 需求定理 就是当价格上升时 quantity demanded decreases 就是 所需求量减少 所以 他们两个是从负相关的关系 inverse relationship between price and quantity demanded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需求曲线 棍级曲线 棍级曲线呢 跟需求曲线是完全相反的 但是它的 定义 这些定义 也是跟需求曲线一样 都有这么几个 一个是quantity supply quantity supply quantity supply 就是 我们需求棍级曲线上面的每一个点 而supply呢 就是那条曲线 是两者之间的数量与价格之间的关系 然后它的表达形式呢 也是两种 一个是通过表格的形式表达 一个是通过曲线的形式表达 这个定义 大家要我们背一下 因为考试的时候老师会考的 这个就是棍级曲线 它是成正比例函数的形式 所以需求与价格之间的关系 当价格 当价格上涨的时候 棍级的数量就会增加 这个也非常好理解 就是假如你开一个店 卖苹果的 那如果 苹果的 价格上涨 那你肯定是想多 进一些苹果 然后卖出去 从而达到更大的一个效益 所以 价格与需求数量 它们是成 正相关的关系 当价格上升的时候 它的需求也就上升 当价格下降的时候 它的供给 也是下降 当我们把 棍级曲线与需求曲线 放在同一张图里面 放在这个同一张 同一张图里面 我们就得到了一个 他们两者之间的一个关系 他们两者相相交于一个点 而这个点呢 我们就称为市场均衡点 Claribian 这个点所对应的一个价格 我们称为均衡价格 所对应的一个 需求的一个数量 Quantity 我们称为 均衡 数量 这些英文的表达式 大家要去记忆一下 因为考试的时候 你至少要知道它是 什么 你才能做题 所以看到这个点 有一个特点 什么特点呢 就是在这个点上面 需求的数量 跟供给的数量 是一样的 而他们所对应的价格 也是一样的 这就是均衡的定义 接下来我让大家来做一个题 我们可以假设 我们现在是卖橘子的 那么橘子的需求曲线呢 是这个方程 上面一个100减去3P P是价格 那么它的供给的 关系需求 关系的方程式是 S等于2P 那么我去算一下 它均衡的时候 市场均衡时 橘子的价格 跟它的数量 这个应该非常容易 大家花 我看一下 花两分钟的时间 算一下吧 这个就是 一次翻层 大家做好的话 就对下我这个 我给的答案 我们刚才说了 均衡 市场均衡时候 有什么特点 它的一个 需求曲线 跟供给曲线 它们相交于一点 这个点的话 它们的数量 跟它们价格 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就解 一次翻层式 我们就可以解出来 然后算出 它的一个价格 均衡时的价格 是20块钱 然后再把这20块钱 带进刚刚的 这两个方程中 随便体重一个 就得到 它均衡时后 市场均衡的 一个数量 是40 其中考的时候 老师应该也会 让你们求解一下 这个一个均衡的 一个价格 跟数量的 接下来是 需求跟供给 的重点 也就是 需求曲线 跟供给曲线的移动 我们知道 当价格上升的时候 它的需求是会减少 当价格 它的供给是会增加的 而价格因素 会导致 它的一个 数目的一个变化 但是 这个变化 不管数目怎么变化 它的 供给曲线的 供给曲线的移动 它就是 当价格上升的时候 它都是在 这个 供给曲线 这条线上面移动 大家看到了吗 它只会在 这个线上面移动 所以价格变动 对供给曲线 跟 对 需求曲线的影响 就是 在这 都是在 它们的一个 关系上面 进行上下移动 都是在 这条 供给关系的线上面 但是呢 我们 在 现实当中 有一些 其他的因素 会导致 这条线 进行 移动 上下移动 这边呢 我先讲一下 一些 会让 需求曲线 进行 平移的 一些因素 第一个 收入的增加 很明显 当你的收入 增加的时候 你的购买力 就增加 所以你能买的东西 也就更多了 第二个 是 你的一个 个人偏好 对吧 如果你 喜欢吃 苹果的话 那你肯定就是 会愿意 多花一点钱 去买苹果 然后 他的一个需求量 自然而然就会增加 还有一个就是 他的替代品 影响 比如说 我们 就拿汉堡跟可乐 这不对 应该是要拿 苹果跟梨来举例 因为苹果跟梨 都是水果 它们互为 substitute 就是互为替代品 那么如果 梨的价格 上涨了 那么你肯定会去选择买 相对比较便宜的苹果 去替代梨 那么这就导致了 梨的需求 就会下降 对于互补品 互补品呢 就是我刚刚说的一个可乐跟汉堡的关系 如果你去麦当劳或者肯德基里面买汉堡 自然而然你就会想买一个瓶可乐 那如果可乐的价格上涨 就会导致你整个买汉堡跟可乐 这一个配套东西的价格也上涨 从而会导致你买汉堡的一个数量 就相应的一个钱少 因为你要所要付出的一个钱就更多了 第五个呢 是购买者的数量 这也非常好理解 一个人买的数量肯定不如两个人买的多 所以买的人越多 他的需求就越大 第六个就是能不能对这个商品的期望 举个例子 苹果如果 消费者觉得苹果明天的价格会从一块钱涨到两块钱 那么为了防止这个价格 以后购买的购买苹果 所要付出的一个付出两块钱就比一块钱贵 那么我们就会选择在今天多买一些苹果 所以 未来价格的一个上涨就导致了一个苹果现在需求的一个增加 这里呢 要给大家加一个概念 一个是 normal跟inferior good normal good就是反正正常的一个商品 而inferior good指的就是廉价商品 我们刚刚说了 当你的一个收入增加的时候 你购买力增加 所以你要买的物品的数量自然而然会增加 那么但是对于正常的一个物品 normal good来说是这样子的 没错但是对inferior good就不一样了 如果你的收入增加完inferior good就有点 指就是这个商品或者一个 相对比较廉价 比如说麦当劳里面的可乐跟汉堡 如果你的收入增加完后 你就会选择去吃牛排 吃更加高档的东西 而不会去选择吃汉堡跟可乐这些垃圾食品 所以就会导致汉堡跟可乐这个销量 它是会下降的 所以这边有一个例外 就是当如果考试的时候 题目说你的收入增加了 会对某个产品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那么你一定在这个时候 一定要去 一定要记住 要去分它是正常的一个商品 还是一个廉价的商品 如果是廉价的商品的话 你收入增高 你对它的需求就会下降 那么它就会往左移 那么如果是正常的一个物品 你的收入增加 你会选择更多的购买这个商品 那么它这条曲线就会往右移 从一移到这条 移到这条线 移到二上面来 在生活中呢 所有大部分的商品 都是正常的一个商品 但考试的时候 它有时候会给你一些提示 所以到时候认真看题的话 应该就会知道它到底是正常商品呢 还是廉价商品 这里再给大家画一条线 所以这些 factor 这些外部性的影响 是会导致供给 会导致需求曲线向上移动 或者向下移动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每个特点 如果这个需求曲线向上移动 它的价格 假如说 从这个点 我换一个颜色 从这个点 现在呢 它移动到这个点上面来 那么这样的移动 就导致了它的一个需求 从原先的 1 移动到 现在的 b 那么它的价格呢 是从原先的 p1 移动 移动到现在的一个p2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如果需求曲线往右移 那么它的一个需求跟价格都是增加的 上涨的 如果往左移的话 那么 反之就是两个都是减少的 这边就是 当如果它是一个廉价商品的时候 那你的收入增加 那你对它的需求量就会减少 所以就导致了 原先这条线从1 也到现在这条线2 这就是需求曲线的移动 接下来呢 我要跟大家讲的是 Factors 就是因素 影响 供给曲线的因素 有哪些 主要有4个 一个是 生产这个物品 所要支付的一个成本 很明显 如果 如果一个东西生产的成本 上升了 那么 厂家的一个费用就会提升 那么它就会 成本高了 它就会选择生产少一点的 这个物品 第二个呢 是生产科技的一个变化 当科技发生改变的时候 那么生产力提升了 所以 它运用相同的资源 它所能产生的一个物品 就更多了 第三个呢 是税收 跟监管 的影响 比如说 今天 国家出台了一个政策 要对 三家 征收 百分之三十的税 由原先的百分之二十五 提升到百分之三十 那么 三家所要缴的税 更多了 也就导致了 它的 从而增加了 它一个生产的一个成本 支付的税多了 它就增加了 它的一个生产的一个成本 从而导致 它生产物品的数量 也会减少 第四个呢 大家也很好理解 就是 生产者的数量 生产者的数量越多 它所能生产的一个物品 也就越多 为了使大家更好的理解呢 这边我用了 之前我上tutorial时候 我那个tutor 它所举的一个例子 也就是汉堡店的例子 在这个上面呢 在这个上面呢 我分开一下 上面呢 是Burger Consumption 就是汉堡的一个消费者 下面呢 是Burger Production 就是汉堡的一个生产者 我以这个汉堡这个例子 给大家总结一下 因素 对需求跟供给曲线 所产生的一个影响 第一个价格因素 我们可以知道 价格的变动 则会产生 对数目量的变化 则都会在供给跟需求曲线上 进行移动 而不会导致 供给与需求曲线的平移 所以我们在这边 可以简单的 把这些factors 分成两类 一个是price factors 跟non-price factors 就是价格因素 跟非价格因素 而这些蓝色的呢 都是非价格因素 一个呢 就是个人偏好 第二个收入 第三个 你对替代品的一个 价格 第四个呢 是互补品的价格 第五个 政府的干预 第六个 7万 未来价格的7万 第七个呢 就是 面包消费者的一个数量 这边呢 跟我刚才举的例子 他就多加了一个政府的一个干预 我们刚才说 政府会对产家进行征税 但同样的政府也会对买家进行征税 在澳洲的话 我们有一个叫GST的东西 就是 所有的买家 假如说这个物品 一个苹果是一块钱 那如果你想买这个苹果 那如果你想买这个苹果 买家就要多 要付1块1 10%的GST 那么 多付的这个10%就导致了这个 你支出了一个成本的一个提升 那么买家就会选择 消费更少的一个苹果 同样的 对于这个汉堡店来说 那么买家呢 就会选择 消费更少的汉堡 这七个因素的变动 所对需求曲线产生的影响 它到底是上下 向左移还是向右移 非常的重要 也非常的关键 我建议大家在做这些题的时候 一定要画图 也就是你先把原先的图 它原本的棍迪曲线图先画出来 然后你再去分析 它到底是向左移还是向右移 然后再画一条 移后的线 那么做题的时候 你的视度就会比较清晰 然后就不会晃 而不是要 自己通过自己脑子的一个想象 那么如果你单单只是通过想象 没有画的话 你就很容易做做题 这个是一个题外话 那接下来就再讲一下 这汉堡店 生产上的一些影响 这个input cost 就是它的一个生产成本 那么technology improvement 也就是它的一个生产技术提升之后 它会呢 生产更多的汉堡 然后change in production 也就是生产方式的改变 那么如果它生产这个方式呢 提升了 那么它汉堡的生产量也就提升了 那么一个政府的一个干预 我刚才也跟大家说过 假如说像这个汉堡生产商征税 那么汉堡生产商 它的一个生产的一个汉堡数量就会像减少 那么它就会往左移 那么 expectations 同样的对于汉堡的一个生产商来说 它对汉堡的市场价格 它也会有一个预测 如果未来汉堡的价格会上涨 它预测未来汉堡的价格会上涨 那么它就会选择去生产更多的汉堡 因为它希望能汉堡能卖更多的钱 所以就导致了一个它生产的 生产的这个supply的这个curve 给大家画一下 从原先的1向右移 移到了现在的2 它会生产更多的一个汉堡 大家看一下这个价格变化 哦 不好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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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画错了 我画成那个需求曲线了 棍籍曲线 它就会选择生产更多的一个 一个汉堡 那么另外一个最后一个就是汉堡生产商的数量 毋庸置疑汉堡生产商的数量越多 那么它能生产的汉堡也就越多 所以它的棍籍曲线 也就是往右移 往右移之后 它的价格跟它的一个 它的一个价格就从原先的 P1下降到现在的一个P2 然后数量却增加了 从原先的一个N1生长到现在的一个N2 这一页呢 是一个具体的例子 我跟大家讲解一下 我们知道这个第一个图 它是一个需求曲线 如果它这个是价格的变动 如果它这个汉堡的这个价格呢 它是上涨的 这个点 假如说这个点是它原先的点 如果汉堡的价格是上涨的呢 人们就会选择消费少的一个汉堡 那么如果汉堡的价格是下降的 人们就会消费更多的一个汉堡 这个是价格因素 那么呢 这个呢 第二个图呢 是价格因素 对需求取 对供给曲线所产生的一个影响 它原先是这个点 那么如果价格下降了 那么生产商就会选择生产 少一点的一个物品 那么如果价格上涨 生产商就会选择多生产一些商品 那么这个是一个价格因素 那么非价格因素呢 我们刚才说了 对需求曲线的影响有这么七个 那么如果它的需求 非市场因素 非价格因素 导致了它的需求的一个增加 那么它就会往左移 不往右移 从低零移到第一 如果 因素的变化导致了它 需求量的减少 那么它就会往左移 从低零移到第二 这条线 同样的我们可以看 那如果 对生产商来说 它的一个供给曲线 那么如果 我们上面所讲到这些 六个因素 会导致它 供给的一个减少的话 那么它供给曲线就会往左移 那么 如果会导致它供给的数量的一个增加的话 那么它供给曲线就会往右移 这张图呢 给大家讲的就是 供给与需求曲线 平移之后 对市场均衡价格的一个影响 第一张图 第一个例子 如果市场的因素导致了一个供给需求曲线的增加 那么供给需求曲线就是往右移 然后就往上移一下 那么它的一个 那么它的一个 原先的一个均衡 从这个点的均衡就移动到这个点 大家可以看出有什么变化 这个均衡点有什么变化 新的均衡点的话 就导致了市场价格的一个增加 跟市场需求量的一个增加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应该很明显 这个错 那么 如果 非价格因素导致了需求的一个减少 那么它就会往左移 左移的话 它就 新的均衡点就从原先的这个点 移动到了现在这个点 大家 一 那现在这个点跟之前的一个均衡点比起来呢 它的价格就是下降的 那么它的一个需求量也是下降的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需求曲线的变动 对市场均衡的影响 大家可以看到 如果 供给的因素 如果我们那些非价格因素导致了 需求供给曲线 往右移 从原先的这个点 怎么回事 原先这个点移动到下面这个点 那么相较于原先的一个均衡点 它的一个价格是下降的 但是它的一个需求量是增加的 同样的 如果非价格因素导致了一个需求供给曲线的一个左移的话 那么它就从原先的旧的一个均衡点移动到了现在这个新的一个均衡点 那么它的一个需求数量 需求数量是减少的 那么它的价格是增加的 为什么要研究图形的这些变化 对均衡价格的影响呢 因为在考试的时候 老师会给你很多的一个题目吧 他去考 就会说 假如说 冷门期望未来的一个 价格 假如说汉堡的价格会上涨 那么它的新的均衡会怎么样移动呢 所以这时候你就要分别的去判断 能不能对汉堡价格上涨 对供给曲线 跟需求曲线 分别会产生什么样影响 然后分别划出他们所对应的新的均衡点 然后就会考 就会问你说 它价格是上升了 还是价格还是数量还是上升了 然后哪个是上升 哪个是下降 这个题目呢 大家如果看到tutorial的一个练习题的话 大家就会有所体会了 最后我还是再给大家总结一下 这个供给跟需求 就分析供给跟需求时 大家需要注意的一个点 因为对于半期考来说 这个供给跟需求是 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支持点 大概会考 如果100分的话 我觉得应该老师会考 20分到30分 都是跟这个供给跟需求有关的 不管是考它的定义呢 还是考这些曲线的一个平移 这边我给大家总结三条规律 第一个呢 碰到这些平移的题 首先你要考虑 他老师所给出来这个影响因素 factor 是价格因素呢 还是非价格因素 如果是价格因素 它是在曲线上下进行移动 那如果是非价格因素 它就会导致了曲线 进行左右的一个平移 第二个 大家要判断 这个factor影响的是 影响的是需求曲线 影响的是demand 需求曲线呢 还是影响的是 还是影响的是供给曲线 先分清楚 它是价格因素还是非价格因素 接下来再分析 这个factor影响的是一个供给 供给曲线 还是影响的是需求曲线 第三个 就是判断所影响的曲线 所影响的曲线 需求曲线 不管它是假如说 它是影响需求曲线 那么这个因素会导致需求曲线 是往左移呢 还是往右移 像我刚才这样判断的 往左移呢 还是往右移 然后第四步 就得出价格变动 跟数量变动的一个结论 这个呢 就是基本上做供给需求 平移的时候的四个步骤 还有重要非常重要一点的话 大家一定要画图 因为就像这四个图一样 大家一看就一目了然 就可以知道它价格到底是上升还是下降 数量是上升还是下降 所以画图的话 其实画不了你多长时间 可能也就十来秒的时间 你就可以画完它变动后的图 这样你一看一下 你就可以做出正确的选择 做题也就不容易出错 好 以上就是关于我 关于这个课程的一个介绍 然后还有关于第一节课内容的一个总结 谢谢大家